HELLO 大家晚安 今天要來分享Minecraft的放屁數據包 這款數據包可以在生存裡面增加趣味性質的放屁機制 如果你喜歡玩屁 就可以玩玩看這個資料包喔 在安裝放屁數據包之後 輸入指令就會啟用放屁的功能 啟用之後點選SHIFT就可以放屁了 屁會形成一團咖啡色的煙霧 範圍內的生物都會受傷 自己被批碰到也是會生血 會減少大約一顆愛心的血量 可能是因為太臭的氣體中毒吧 因為太臭的豬被嚇跑 放屁的時候有時候會突然出現臉屁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偶爾會有臉屁 但是機率還蠻低的 原本想說是要放個魚 看看會不會把魚臭死 結果在水裡面好像沒有把魚臭死 哈哈哈哈 再隨便明明放屁放到死 哈哈哈哈 還有放屁會有副作用 就是會暈眩 如果說覺得太煩的話 可以用指令把放屁的數據包功能關掉 偶爾想要二考一下就可以再用指令啟用放屁的功能 好啦 接下來來分享一下安裝數據包的方式 首先要到遊戲目錄頁面點擊編輯按鈕 選擇開啟世界的資料夾 在裡面找到數據包資料夾 把數據包的檔案放進去就會安裝完成囉 補充一下如果數據包被放在雙層的資料夾內 遊戲就會無法被讀取安裝喔 放數據包的時候要檢查一下 打開資料夾看有沒有數據資料夾在裡面 那如果說進入遊戲後發現數據包沒有被成功的安裝 可以輸入指令讓數據包重新載入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啦 今天的影片也到這邊結束 你今天也放屁了嗎 大家一起來玩屁 好強喔 好啦 最後也歡迎大家跟我分享在麥塊裡面放屁的照片喔 影片的資訊欄也有放置我的推特、IG 還有這次放屁的數據包 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那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またね 大家下次再見 1